现行驶准备要上桥 但车身向右偏移撞上桥墩 整辆车右半边翘起 再重重下坠 最后车身晃动几下才停住 台北市大通区明确西路 与大龙街路口 12号凌晨一点多 发生这起自状意外 车头右侧变形卡在桥墩 车内安全清囊炸开 地上散落车壳碎片 撞击力道相当猛烈 还是我紧的一个理性驾驶 桌子高达0.58 全案一刑法185之三条 跟我们一起来移送 女来驾驶跟女友 到中山区与朋友吃饭聚会喝酒 事后开车返回五谷住处 男子不声酒力 自撞台北桥桥墩 幸好没有影响其他人车 不过韩国籍男子 酒驾自撞的路段 十号中午才发生 女业务自撞桥墩 惨遭卷入砂石车车底 不幸身亡的意外 监视器拍到 女业务快速执行通过 以四腰右切走桥下旁边道路 没注意到前方就是上桥桥墩 女业务撞上桥墩后倒地 又被卷入砂石车车底 造成她伤重不治 开车上路还是要注意一人车 避免一时疏忽 造成汗事发生 记者 女士刚 专梦如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